Hello,我是Olivia,Net College的阿尔兰游学顾问 今天会拍这一支影片,主要是想要跟你们分享游学 近期啊,越来越多人问我究竟什么是游学 他跟我们平常会听到的Working Holiday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? 好,我们废话不多说,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其实游学啊,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办公办读的一个英文课程 诶,你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点好奇 我出国游学真的只是学英文吗? 其实不只是学英文,你还可以打工旅行还有体验生活 而且啊,选择去游学的学生,他们的目的都不太一样 像有的他们喜欢西方的文化,想要体验国外的生活 也有的非常热爱去旅行 还有一些呢,想要给自己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 而且游学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就是它能够接受的年龄层范围可以去到非常的广 只要你已经满了18岁 无论你是30岁,40岁还是50岁都好 其实都可以报名参加游学哦 好,今天的影片呢 基本上就是跟你们简单的介绍什么是游学 之后啊,我还会陆续上传爱尔兰游学的资讯 生活还有游学的经验分享哦 拜拜